紐澳梁 紐澳梁 嗨大家好 我是菲比 回來多倫多 已經有幾天了 可是還是有點想念 紐澳梁的美食 我覺得好可惜我在那邊 就是最後兩天都在躺著 好多好吃的我都沒有吃到 但是在我開始 看我們美食Vlog 之前我要先介紹 紐澳梁這個地方 它真的超稀皮 烏毒啊 詛咒啊 鬼魂啊 這個層次就是都很厲害 所以我今天特地畫了一個我覺得有點稀皮的海盜風 然後它跟 紐約還有San Francisco 定列三大美食之都 所以它真的是 東西好吃到讓人覺得 最餓 我男朋友胖了三磅 然後我層好像也胖了大概兩磅 一公斤左右 我就已經最後兩天都在病了 還胖 紐澳梁就是 紐澳梁以前有很多奴隸 所以他們有黑人奴隸文化 所以他們的食物 大部分其實都是硬貨 就是他們經典的食物 比如說 Gumbo啊 Drabolaya Polboy Etoufet 就是都是那種 勾芡啊 然後 然後裡面放一些 就是大雜燴 這樣子 但是真的可以吃很飽 然後Polboy就是 他們以前很多工人罷工 但是有一間餐廳就是會 偷偷提供免費的 好吃的Polboy 那個就是一個sandwich裡面有 海鮮 大部分是蝦子 可能有時候會放Oyster 然後他們就會偷偷趁 就是人家不注意的時候 把那些給那些工人吃 然後 Polboy就是他們說 因為他們是罷工工人 所以他們就稱自己為Polboy 我們第一天中午 就是去 吃了週季酒店裡面 說是整個紐澳梁的 他們最好吃的早午餐 座位蠻舒服的 然後我點了一杯 他們蠻有名的Caesar 就是他們的Caesar基本上是 會吃飽的東西 裡面會有蝦啊 芹菜啊 有時候會放培根 然後他們還有那種 Bottomless Hermosa 跟LA一樣 我男朋友就點那個 他喝了四杯 Polboy的sandwich 我是點Benny Benny Polboy的sandwich 就是我剛剛說的那個 裡面有蝦啊 然後有炸生蠔啊 Benny Benny基本上就是三種不同的 歐姆蛋 但我們本來是想要去吃另外一家 叫Luke的生蠔店 可是因為它太滿了 在Helton裡面 要等很久 所以我們就又去吃了 又回去週季酒店吃了他們的Happy Hour 他們Happy Hour我們吃了48個生蠔 然後還有點他們Happy Hour的一些Snacks 像雞翅啊 Pie啊 然後還有湯 就是都是吃得滿飽的東西 然後隔天中午我們就去吃了一間海鮮餐廳 它的海鮮Seafood Tower 哇賽不得了 裡面有龍蝦 它又有蠔 然後還有蛋菜跟蛤蜊 吃超飽的 然後我們還點了一個Tasting的 就是他們的經典食物Tasting 裡面有Jambalaya 就是他們的那個絲炒飯 Etouffee 然後是兩種不同口味的 一個是番茄口味的 另外一種是濃湯口味的 還有他們的Red Bean的那種 濃濃稠稠裡面有肉 他們就是因為努力 每天工作很辛苦 所以他們所有的東西 都真的是讓你吃到飽到要吐的東西 所以去那邊如果你是 你在Aking Diet 就是如果你在生酮減肥的話 千萬不可以去那個地方 我還吃了好吃的炸雞 可是因為我那天就病了 所以就沒有排天在吃 所以吃來吃去都是差不多的東西 但是真的很好吃 我後來在要去機場的時候 還吃到一個龍蝦的燉飯 喔很好吃欸 那個好鮮喔 我覺得那是我這幾天吃到最好吃的Jambalaya 但是很可惜也沒有拍起來 因為我那天就躺在床上 太多了 我看你 Marta 很難吃 按這些不用看 你可是我再次看他 Spring 請問我 你現在說 你現在不得看來 一口 關ich 不得看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我们还去吃了mothers cafe 它这间cafe就是有很多有名的人 整个墙壁上都是有名的人签名 它们最有名的是 它们有world famous ham baked ham 像我们点的那个baked ham 我觉得就蛮像一般超市卖的 多汁一点 然后味道淡一点 我没有觉得有什么惊奇 我反而觉得它们最好吃的是它们的fries 因为它们的jambalaya也有点太行 去吃 去玩的时候 这些东西真的是还蛮好吃 就很解餐 每个东西都很下酒 hercan 是它们很有名的饮料 还有woodu juice 我在那个中午的餐厅点了一杯woodu juice 但是我发现它们的饮料都是比较酸酸甜甜 可能因为它是南部吧 所以它们就是热带地区 它们不太喜欢喝什么scotch啊 那种很浓的酒 它们喜欢喝那种酸酸甜甜 但后劲比较强的酒 配下乐带水果 它们超有名的咖啡厅 24小时营业 除了全年无休 除了圣诞节 它们那间店超屌 我们不管几点到经过它 它都在排队 然后里面永远都是客门 但它换作率是超高的 就是你等一下 其实等个 它有时候还会排到外面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没有去排了 我们排是排到门口而已 我们去排 差不多十分钟左右就排到 它们最有名的 它们其实不是什么最有名的 因为它们只卖一种食物 就是甜甜圈 法式甜甜圈 中间没有洞 然后三角形的 上面撒满大量的糖霜 巨好吃 我明明已经中午吃了一个seafood tower 然后还吃炒饭那些的 但是我还吃了一整个 它们的咖啡也很特别 喝起来很像香港的鸳鸯 可是奶味比较重 然后有一股更香的咖啡味 就是比较香一点 因为以前战争时期 它们并没有很足够的资源 做大量的咖啡 所以它们在里面还混了菊菊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那个菊菊粉 让那个咖啡闻起来特别香 很像山花牛奶的香味 真的蛮好喝的 咖啡也 就是咖啡因感觉也蛮强的 喝完后那一整天精神都非常好 我们去了两个tour 这几个点都是 我们去吃了也没有后悔 但是因为它们是 它们的生蚝其实都是墨西哥进口的 所以如果你们去那边 比较肠胃体质比较弱 像我本来就是 可能身体很容易感冒啊 什么那种的 我那天可能就吃了 我们每天都是早餐加午餐 从早餐午餐晚餐都在吃生蚝 就我后来是觉得我中邪了 因为我去逛了牧原嘛 可是计程车司机也有跟我说 嗯 因为它们很多生蚝都是从墨西哥来的 然后你也不知道它的Quality好不好 所以你应该要小心不要一次吃太多 后来我们是在Halton里面的 我觉得它是我们这三家 就吃海鲜的店里面 最新鲜最干净的 我们那天吃了也是48个 然后旁边一小栏那个里面是炸的生蚝 我们还吃了两楼就是12个 连那个服务员来送生蚝的时候都一直大叫 4848 然后旁边的人都一直说 哇你们要你们两个人要吃48个 而且我们还点了一堆酒 就点了四杯酒 后来根本喝不完 因为它们Happy Hourly基本上 什么东西就是半价 就超划算 所以我们就一直狂吃 这个扭澳梁真的是一个很值得去的地方 如果它是美国 我觉得算是非常非常独特 就是跟我以前去过的美国 我去过美国算不少地方 我没有看过一个这么特别的地方 我明天会再分享它们Bourbon Street 还有一些街景给大家看 它们连那种 消防酸都长得跟我在美国其他地方看的不一样 我真的觉得好酷 很喜欢西皮文化啊或者是鬼怪啊 这种你一定要去那边 因为它们有一个tour是专门让你看墓园的 然后你可以选择白天去中午去 或者是你胆子很大 你也可以晚上去 哇 那个地方真的是 我觉得我这辈子去过一次就足够了 我不会想要再去第二次 因为好可怕啊 可是我那一天 睡觉 因为我好像打灯 然后想要照到鬼魂 好像冒犯他们了 我那天睡觉一睡着 就有个声音跟我说 你该起来了 就晚上被叫起来好多次 所以我那天晚上基本上没睡觉 然后隔天 就一直有那种鼻子被掐住 脖子被掐住的感觉 哇超痛苦的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但好险一会来多很多就好 我觉得它们可能只是想要给我一个小小的惩罚吧 很多那种什么 吸血鬼鬼片都是在扭澳梁拍的 所以如果你非常想要看到鬼魂的话 可以去那边朝圣一下 谢谢你们今天看我的节目了 因为我被掐鼻子掐了两天 所以我现在鼻子突然通了 就开始狂流鼻涕 就一直有那种吸鼻涕的声音 跟大家说声抱歉 希望你们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帮我按赞 如果你的朋友要去扭澳梁 或是你以后也要去扭澳梁 或是你就是个喜欢旅行的人 记得帮我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 扭澳梁真的是一个美食超多的地方 我希望我以后有机会能够回去 拍更多他们的美食 这次蛮可惜的 我最后一天就要去吃烤鱼啊 去听Jazz啊 都没有听到 扭澳梁就是一个 灵魂越发 发源地嘛 所以如果你很喜欢Jazz的话 那边也是一个很值得去的地方 那就谢谢今天大家观赏我的节目咯 我们下期见 拜拜